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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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王口谕 传蜀汉使臣 马速觐见 吴王笑楚汉故事 离生睡齐 看来今天我和卫士之间必有一人要被碰杀了 属参君马速 拜见吴王殿下 既为使臣见我王为何不贵 上国天使 不败小邦之主 马速啊 你此行来吴是想施展三寸之蛇 效仿立生睡齐吧 我会让我让你来吴是想施展三寸之蛇 你还要是想施展三寸之蛇 你还要是想施展三寸之蛇 人言东吾多闲 没想到竟然既聚我一儒生 慢 哭 何聚一匹夫啊 大王既然不聚瓦宿 为何不敢听我一言 你无非是想替诸葛亮做说口 却我联署聚位 救赎出险境 非也 马祖此来不畏救赎 乃为救吾 救吾 救吾 可笑至极 现在被包围的 可是蜀汉并非东吾 殿下 你既然知离生睡旗之典故 为何却不知 匾阙与蔡桓公之典呢 在匾阙眼里 患有重病的王公 往往却不知道自己的病症之所在 你可事言之 如言 不中我意 自己下顶获去吧 谢大王 大王 你乃是当今明主 我家丞相 亦是当事之俊杰 互为盟友 则天下太平 若互为仇敌 则淳亡齿寒 同理 属有山川之险 吾有三江之故 若两国联合共为蠢齿 则进可奸去天下 退可顶足而立 如果大王 谈信曹魏所许之小利 驻贼公蜀 是问 蜀一旦灭亡 东吾有能和魏抗衡多久呢 早晚毕亡也 反之 蜀如果击退了曹魏的各路军马 卧主以后 还会与殿下为盟吗 蜀必将反目成仇啊 启禀殿下 卫蜀无三方 就好比这只顶的三族 断其一族 必然天下倾富 而无蜀领国 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脚 缺了任何一只 此人必然难以立足 敢问殿下 你见过有谁 拿着刀剁自己的脚吗 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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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殿下愿意备盟毁约 向曹毕拱手贡献江东八十一郡 那么 在下也愿自下顶祸 以权铭解 慢 子王 殿下嫌顶中的废游不够多吗 好 好 好 uku Less than the dying 哼殿一喷 启禀殿下 那么大一顶废佣 不能白费了 此话何意 既然蜀使没有入顶之符 还请殿下至卫使入顶 以表明吴王连署抗卫之志 并以此 证天下视听 召卫使上殿 吴王口运召卫使上殿 兵主公探马来报 四路伐蜀大军 军被诸葛亮 射击杀退了 说我听听 吴王连署抗卫使上殿 卫使上将军马超所组 再也不能前进一步 卫大都督曹真 兵出阳平关后 与赵子龙聚首各处陷道 斩退宫抗卫使下殿 曹丕果然非诸葛亮之敌呀 主公那天如果不把魏使制定顶祸 只怕我们又要结怨于蜀了 不结怨于蜀 必结怨于魏 我恐 魏国伐蜀不成 反来东吴报复 主公无虑 这一次主公有恩于蜀 曹丕如敢犯禁 主公也可清蜀 发兵相援 这些年 不 无论是战 是和 都取决于自身国力 只有自身强盛了 别人 才肯圆念 子云啊 告诉荆州陆逊 尚采朱桗 严加操练三军 严防曹丕来范 怒 驾 驾 驾 丞相 丞相 曹魏的四陆大军全都败退了 据报 吴王孙权的四陆大军 魏派一兵一族 有缠了 此次退敌 你可居守宫 本相要多谢你了 学生蒙先生教诲多年 略尽绵薄而已 万万不敢鞠躬 此次曹丕五路法蜀之策 你知道是出自谁的主意吗 消息虽不确切 但在下听说 是一个叫司马仪的人 给曹丕出的主意 司马仪 司马仪自重达 您的主意 不许可 不许可 可 最后 你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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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许可 你不许可 你替我多留意着他 遵命 天子驾到 众臣朝拜 拜 吾皇宦徊 宦徊 宦徊 请身 谢陛下 此次伐蜀 刻录大军 皆是无功而返 徒号前两 你们说 此意 拜恩何在 禀陛下 臣以为伐蜀无功 其获出孙权 他表面上答应陛下 出兵相助 可安弟弟却与蜀为盟 更可恨的是 孙权竟然敢碰杀我大魏之使 誓可忍 孰不可忍 不错 皇亲 朕让你督造的水师战船 你造好了吗 禀陛下 三千艘战船已全部打造完毕 五万水师将士正在整训之中 并有龙舟十支 各长二十余杖 每周可载兵两千 好 草兄 臣在 粮草兵器都办得如何 一百五十万弹粮草全部背起 其中五十万弹已运往合肥等地 听旨 朕决定 替水陆大军 三十五万 秋后 亏事发武 死亦 朕 要御驾亲征 不破惊响 吃不完足 正举 陛下 臣罚蜀无功 愧恨无疾 恳请陛下安准臣 待罪出师 陛下 臣愿做罚无先锋 如若不赦 甘当军阀 陛下 在下愿随驾出征 陛下 在下愿随驾出征 陛下 在下也愿随驾出征 好 清党雄心壮志 朕 甚感欣慰 仲达 你为何不开言呢 臣请陛下降罪 爱卿 何罪之有 先前五路大军伐属 盖出于臣 不料想 劳实无功 此臣之罪也 虽然陛下没有降罪 臣心何安 朕说过 法蜀无功 获在孙权 你不必自责 谢陛下宽容 不过臣还是要请陛下降罪 还有何罪 臣有一言 不说则无罪 说了陛下定会降罪 说说说说 说说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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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请陛下不要兴兵伐无 为何 既然伐蜀无功 此祸再孙权 如果我军伐无 诸国亮就不会援无了吗 臣以为 蜀无 如果联盟不出现猎习 伐蜀伐无都难有胜算 那你有何建议 臣建议陛下效仿先帝 养兵屯田十年 十年之后 魏国将一发强大 而不用十年 吴蜀将再生裂痕 要么诸葛亮起兵 攻取荆州 要么孙权起兵 攻取益州 而此时陛下 只需乘势用兵 均可一鼓而下 臣 年尽四询 岂能坐等十年 再之 如果吴蜀之间不但不生烈心 反而联手用兵攻卫 那朕不是坐视良机了吗 朕 伐无知智已绝 断不刚改 司马医 朕不降罪于你 你就不必赘严了 回家去了 朕 要议兵了 臣遵旨 臣遵旨 所说的 让朕不眷 接下来 不能获得 他们 现在 早就 我 吃飞 drawing 是不是 为何 此时此刻陛下建功之心 犹如当年伐吾的刘备 孙权 陆逊何等人 曹真 曹修岂是他们的敌手 加之诸葛亮必然会在陛下伐吾之时 遣上一上将 从西川出兵直袭长安 陛下胜负可想而知 我是说也得罪 不说也得罪 既然罪则难辞 倒不如直面请罪 省得人家攻减我 心怀奸诈 父亲自取今日小罪 以免日后大祸 而钦佩之志 此外你也看到了 陛下仍然弃我不用啊 还是曹氏亲贵们随征 无处司马医所料 曹丕欲驾亲征日经 蜀将赵云率军出阳品馆直袭陈岸 鲁迅也率军出战 大破卫军于广陵 为地逃拼 败虎折将 几乎忘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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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主打 坐進來 臣不敢 坐 看見了吧 這十三歲 就換上了飛機 久之不遇 登記之後 越發嚴重了 這事沉一點也不知道 也但你不知道 任先帝 都不知道 先帝要知道 我命不長久 能讓我繼承大位嗎 陛下說的是 仲大 現在你明白 我為何要急於法污了嗎 臣命為了 說 說我聽聽 陛下是想在有生之年 奠定功名大業 說得對呀 仲大 臣要 臣要 早點聽你的勸阻 或許不會落敗 但朕此生 也只是個 無為之君罷了 陛下 陛下發誤 為何不讓臣去呢 臣做夢都想著 能為陛下沙場建功嗎 臣 臣會用你的 先帝說過 只有你 只有你 是諸葛亮的對手 仲大 臣 臣 想問你一句話 你長兵之後 有誰知名 臣明白了 此生此事 永不長兵 來人 陛下 先知 司馬夷 晉忠王室二十五年 勤勉扶政 智勇超群 任勞任怨 堅忍不拔 即 加授標記大將軍一職 于大將軍曹真 大司馬曹修 共同執掌 為國軍政 親此 臣歇恩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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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曹瑞 一匹 尹 尹 尹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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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尹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为帝曹丕 在位七点 无辜而逝 享年此时 老爷 跟好了 老爷 更好了 你怎么了 他死了 谁 你主子 奴婢的主子 是老爷呀 也是我主子 你说的是皇上 真是 皇上 皇上 他才四十岁呀 是啊 皇上四十岁就走了 可我死骂已五十多岁 才等到掌兵之权 经书啊 你主子是个好皇上 好天子 可惜 天桑宇 天桑宇 臣乃其合 乃臣其合 乃臣其合 三叔四伯不必多礼 来 看座 谢谢陛下 谢谢陛下 陛下真乃天人呐 神采四溢 荒威灿烂 照着臣眼镜都化了 臣刚进宫门 便感觉一股英气扑面而至 我大魏有如此的圣君 真是天赐之幸也 天赐之幸啊 二位不但是朕的长辈 更是驻国重臣 以后要多教导朕才是 太祖和先帝未敬之夜 定要在朕这一朝里完成 陛下 陛下壮志如日当头 臣等陛下全马之劳 臣觉得 壤外必先安内 陛下欲成大业 应当重整朝纲 提出宁臣才是 谁是宁臣 陛下 太祖五皇帝曾对臣密言 司马仪英氏郎固 不可负于兵权 九之必为国之大患 司马仪暗藏大志 性情坚韵 曾在先帝身边 讨会多年 当年先帝没用之 也必制之 不料 先帝临终前一时不查 竟让他篡得标记大将军之职 此甚为可忧啊 陛下 请恕臣直言 陛下临朝出政 非曹氏清贵 不可加以兵权 司马仪久絮大志 精通兵略 其长子司马师 次子司马昭 也都生有意向 这个司马家族 乃是百年之妄族妄 其门生 顾旧 亲信彭党 遍布朝廷内外 陛下啊 昨夜臣 偶得因噩梦 梦见三匹马 同草石草 梦醒 便却豁然心惊 陛下 三马 便是司马仪 司马昭 司马师 石草 石草啊 那朕 该怎么办 依臣之见 应该把他贬出京都 派往边城 日后再逐步收拾 这样也好 司马仪罪行未嫌 如果骤染剿除 必起风波 这样吧 受司马仪为 雍良大都督 让他驻守边城 没有朕的旨意 不准回京 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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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肯定有什么喜事 是吗 啊 这可不好 我不该挂在脸上 不该挂在脸上 到底什么喜事 关门 快关门 父亲你倒是说呀 小心 鱼汝大海 龙出生天哪 我若再待在京都 早晚会被奸人给害死 谁料曹真曹修两个蠢夫 把我给贬到庸梁去了 他们不知啊 那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更何况 庸梁虽属边城 却是卫国咽喉重镇 诸葛亮若敢犯境 天赐我剑功至极啊 先帝创业未斑 而中道崩促 经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城危及存亡之囚银 然 世卫之臣不屑于内 忠治之事 妄身于外主 盖追先帝之疏欲 欲报于陛下也 臣本不宜 公庚于南阳 勾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唯以自往驱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资臣以当事之事 犹是感激 遂许先帝已屈齿 后执亲父 受任于败君之计 奉命于危难之鉴 而来二十又一年已 先帝之臣谨慎 故临崩祭臣以大事 臣受命以来 素夜忧叹 唯空托付不孝 以伤先帝之名 井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 当蒋帅三军 北定中远 数捷弩盾 嚷除尖凶 兴富汉氏 还于旧都 愿陛下 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 不孝则治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礼 臣不慎受恩感激 灵表涕灵 不知所欲 相父七情梦惑 刚刚顶定了南荒 现在座位未安 又要北伐中原 这 这叫朕新和安呢 臣之所以难争 正是为了北伐 后方不定 不可举兵 如今南方已平 无后顾之忧 如不趁此讨贼 恢复中原 更待何时 丞相壮志 令在下敬畏不已 不过 曹魏势大 极难图之 我川蜀乃天府之国 山川显耀 田广凉风 即使不图之 也足可以立足于天下 丞相何必 轻身负险呢 正方此言差矣 川蜀之地虽广 却是偏居一语 如果只图固守 那么十年二十年上课 五十年之后就难说了 如果川蜀之地 真的可以永保太平 那么四百年前 太祖皇帝刘邦 为何还要出川北伐 夺中原争天下 因为太祖皇帝目光远大 他声明 我不伐人 人必伐我 只求自保 断不能自保 唯有静许 方能成大业 陛下 臣夜观天下 北方王弃正盛 只恐 未可屠言 臣既观天下 夜观天道 深知天道无常 岂可拘你 陛下 陛下 陈举兵后 当先驻军在汉中 居高临下 虎视洛阳 待查明情形 便直取两经 若不胜 臣甘受枉法 听旨 朕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 兼领陈相 以周睦 五相侯 择日 敬军发位 择日 输国将领 敬凭相父选用 众将听令 龙湘将军关心 为左护卫士 虎翼将军张包 为右护卫士 都庭侯魏严 为镇北将军 陈仓侯马带 为平北将军 参军马肃为安远将军 遵命 李辉为安汉将军 廖化为前军副将 王平为毕将军 元凌为前将军 吴翼为左将军 高翔为右将军 邓之为监军使 丁贤刘敏为左右护军 杜翼为参军 盐燕为行参军 樊齐为随军主部 樊剑为典军书记 丞相为何不用我呀 子龙啊 你已年过半来 数日前 马超刚刚兵故 先帝的吴虎上家 如今只剩你一个人了 我不愿让你再驰骑战场了 还是留守成都吧 自我随先帝以来 大小战事 无不当先 今日无虎上将已故其次 我是更觉得寂寞呀 若今天丞相不令我做这个先锋 我便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 子龙听力 封你为先锋大将 赢精兵两万 副将十元 领命 诸葛亮在平定南方后 为保留位兴汉之志 通孤之恩 尽其蜀军出秦山 开始第一次北伐大业 蜀军一出 天下震动 天下震动 天地之间芒草草草草 你知多少好不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